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一直待在日本 也就是这期间美军唯一一艘母港在海外的航空母舰 如今华盛顿号即将离开日本 而且随后将不再返回日本 而对于这艘航母的去向 最近一段时间也是众说纷纭 有报道说它将返回美国进行大修 有分析称它很可能马上就要提前退役 甚至有人说它可能被出售给印度 那么等待华盛顿号航母的命运究竟是什么 它在过去的六年究竟做了什么 在华盛顿号离开之后 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力量部署 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014年11月21日 在日本南部水域 美国海军第五舰载接连队各冲队 纷纷飞离航母华盛顿号 宣告着其2014全年巡航的结束 飞机提前返回岸上基地 航母随后也返回了横须赫 乔治华盛顿号航母 是美国尼米兹级航母中的六号舰 1992年7月4日正式合意 2008年 华盛顿号航母被编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 并于同年抵达日本 以日本横须赫作为母岗 成为了史上第一艘驻扎于日本境内的 美军核动力航母 据报道 此次华盛顿号结束了2014年的巡航之后 将准备返回美国进行长时间大修和核燃料更换 取代其驻扎日本的是 美海军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 里根号航母是尼米兹级航母的第九艘 由于建造时间较晚 里根号航母的战斗力 比之前的其他尼米兹级航母要更强 这艘航母全舰长332.85米 飞行甲板宽78.34米 整个甲板面积达到1.8万平方米 排水量为9.7万吨 整船竖起来的高度相当于纽约地球大厦 航母上面装备了所有的最新科技成果 总造价46亿美元 据报道 在2008年 美海军用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 取代了之前的小英号航母 驻扎日本 而更换航母 是美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一环 如今 美军在日本部署的力量再度发生了变化 据悉美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宣称 华盛顿号此次返回美国完成大修之后 将不再返回日本 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六年时间里 华盛顿号一直部署在日本 那么现在他要需要返回美国进行大修 而且将来不会再被部署到日本了 那么刘老师 您如何去理解这样的一个一去不复返 这个实际上是美国海军一个正常的一个轮换的行动 因为我们知道核动力航母 它在服役一段时间之后 它要换料 就是核燃料要更换 那么它后来像福特级 它已经做了新的反应堆的设计 可以避免中间再更换了 然后时间服役的寿命 中间大修的时间就大为的缩短 寿命可利用的时间就更长 但是在尼米兹级的早期 因为华盛顿号是尼米兹级中早期的一艘航母 那么早期它的反应堆还是需要中间反复的换料 那么你换料一次的时间是很长的 要有好几年的时间 比如说36个月这样的一个时间 那么这个期间 你只能是由别的航母来替换它 但是等到你换料换完了 别的航母已经在日本 比如说像他现在准备用李庚号来替换 那么李庚号可能在航母 包括他的舰员 包括整个部队在日本已经待得很好了 该磨合的地方都磨合完了 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必要再让华盛顿号回来 再把李庚号替回去 因为完全没必要 这个成本很大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兴师动众的背后 确实也能看到美国的一些深层次考虑 另外从时间上来看 确实华盛顿号需要到了这个大修的时间 而作为世界上目前最先进的尼米兹级航母 那么未来经过大修之后 华盛顿号会不会它的战斗力大大的增强 整个的时间按美国海军标准的航母升级改造的换料大修时间是39个月 也就是三年多时间 在这三年多时间 他做很多的事情 除了那个更换核反应堆的燃料之外的话 要进行那个航母上的电子设备啊 以及作战系统的更新啊 提高等等 甚至是要进行换装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明显的 就是美国的F-35即将入役了 对吧 已经在航母上进行了起飞啊 实验等等 那么在这三年半之后 我相信F-35C肯定会进入到新的那个航母甲 那个这艘改造后的航母甲板上会出现了 实际上看看那个华盛顿号的历史啊 就是美国当年那个尼米兹服役的时候 是大黄蜂服役的时候 就美国海军航母的话 开始普遍那个换装大黄蜂 就过去的A7的那个轻型攻击机换成了大黄蜂 那么后来的话呢 有大黄蜂又升级为超级大黄蜂 而这艘华盛顿号正好是美国海军所有航母里面 第一艘全面由大黄蜂升级为超级大黄蜂的 那么很有可能三年半之后 这艘航母的话又可能是美国海军 那个全舰都采用F-35的战斗机的这个航母 这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到那个时候的话 它整个作战能力的话 一定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所以我们相信啊 这个华盛顿号经过大修之后 将会焕发新的生命力 另外说到华盛顿号 它在日本服役了六年的时间 那究竟在这六年的时间当中 它都做了什么 我们去了解一下 据报道 2012年6月23日至25日 美国和韩国在黄海海域举行了一次规模庞大的联合海上机动训练 此次演习中 两国海军都派出了各自的绝对主力 韩国最大最先进的侍从大王导弹驱逐舰等十艘军舰参加了此次训练 而美国海军派出的正式驻扎在日本的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 同时韩国空军F-15K战斗机 以及美国海军F-18舰载机也加入了此次联合训练 据韩国媒体报道 此次军演共有八千多名两国海军和空军兵力参加 提高相互作战协调配合能力 以及联合作战能力 除了这一次演习之外 华盛顿号航母还先后三次进入黄海进行大规模演习 加上一些例行的巡航任务和与日本的联合演练 华盛顿号航母在驻扎日本的六年中 已经成为了美军最为忙碌的一艘航母 而在此期间也发生了一件不可忽略的事情 2011年6月16日 全部装备超级大黄蜂战机的美国海军第五航母航空大队 飞抵了华盛顿号航母 这也使得这艘航母成为了美国海军第一艘将所有大黄蜂战斗机 更换为超级大黄蜂战斗机的航空母舰 这也意味着华盛顿号航母成为了当时美海军作战力量最强的航母之一 在部署日本这六年的时间当中 华盛顿号应该是美军航母最为活跃的这样的一个航母之一了 那六年的时间它究竟都干了什么 很有意思啊 这六年就是08年基本上到往后吧 这些年正好是这个所谓这个美国和这个中国在西太平洋 就是博弈比较激烈的这六年 所以这个华盛顿号航母这六年里面 其实是很多事情它都是首当其冲 是先锋 几次重大的这个美日联合军演 这个当时这个华盛顿号起了很大作用 因为它上面这个舰载机连队 当时的飞行的这个强度非常高 另外就是几次这个大的自然灾害 包括这个菲律宾台风 那么它也是直接就到那个地方去 用自己的舰载机等等去这个救灾 它比较这个比较不巧的算什么 就是2011年日本地震的时候 日本地震的时候 它正好是在这个船屋里面 这个在维护 这个时候呢 福岛发生了这个 就核电站发生了这个轻爆 之后不是产生了核辐射吗 结果就导致里根号上面的一些水兵 被查出来受了这个核辐射 然后后来有水兵还得了假装腺癌 在3月14号那个核电站爆炸之后吧 它就带着它 因为当时里根号的水兵被查出来有核辐射了 黄盛顿号就带着它的水兵 带着它的舰载机 直接从那个横须河就跑掉了 所以在这个最重大的这个自然灾害的时候 华盛顿号等也没有派上用场 做过了这么多事情 现在呢 华盛顿号即将告别日本了 而且我们知道 接替华盛顿号就是里根号 它应该是比华盛顿号更加的先进一些 那么究竟这两宗号 他们的差距在哪 另外 那么当里根号接替华盛顿号之后 在日本执行的任务 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在建体本身的话 因为毕竟里根号建造的年代比华盛顿号要晚不少年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它整个的建载的一些设备 硬件条件 我相信可能会比华盛顿号更先进一些 尤其是在现在的电子设备等等 这个方面无疑要先进一些 对于它整个的航空管制作战指挥系统 这方面会更发达一些 这是差异 但是他们这两个在整个东亚地区或美国海军 他随行的任务方面的差距的话 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差异 里根号也好 华盛顿也好 他是以日本的横须鹤港为母港 他承担是整个在西太平洋地区 美国海军的前沿部署 前沿存在这么一个任务 尤其是现在美国海军要冲犯亚太 美国整个美军是要冲犯亚太 这么一个过程中间 他们所承担的开路先锋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 所以我们看到 总之华盛顿号在日本的驻扎任务 现在已经告一段落 而取而代之的是里根号 那么同样的场景其实六年前也发生过 而华盛顿号取代的是小英号 只不过当时为此还发生了一个小小的风波 2008年5月 日本某地方法院的一项判决结果 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据报道 2008年5月13日 日本地方法院宣布 日本神奈川县等五线居民 约650人反对美国核动力航母 乔治华盛顿号部署横须贺港一案 原告方败诉 也就是说日本民众的抗议不效 自从美军华盛顿号航母 即将驻扎在横须贺的消息 在日本传开之后 日本民众就对此发起了强烈抗议 据报道 仅在2008年5月 日本境内就发生了两起万人规模的示威游行 抗议美军航母的到来 为减轻日本民众的抵触情绪 美海军接连展开了一系列公关活动 为了表示友好 华盛顿号航母 在进入日本横须贺港的时候 舰上上半名士兵整齐列队 在飞行甲板上排成日文 初次见面的字样 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随后美国第七舰队甚至出版了一本名为 CBN73的漫画 取构了一名在华盛顿航母上服役的日裔美国人 生动的刻画了他适应航母的全过程 美军将这本漫画免费赠送给横须贺的日本民众 然而美军的一系列举措 似乎并没有彻底打动日本民众 据报道 直到2010年 仍然使有数百名民众组成的抗议队伍 走过日本街头 反对美军航母的部署 我们看当时美国为了将华盛顿号部署在日本 那么可以说采用了诸多手段的安抚 甚至讨好日本民众 那么当时美国要在亚太地区来部署航母 为什么选择的是日本 而不是其他的国家 这个涉及到刚才陈老师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航母的母港的问题 整个的西太平洋海域里面 我们可以掰着手指头算下来 就是有多少国家 多少港口或者是基地 是具有维护保障航母的能力的 这个几乎是没有几个 美国就一直在利用横须贺这个基地 这个基地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它的周边设施非常好 横须贺周围就是靠着东京湾 有一系列的好的造船厂 如果你需要什么设施的话 随时这些造船厂 包括机械生产的一些企业 都可以给你生产 第二横须贺本身当年是日本海军造船厂所在地 现在还有横须贺造船厂在 那有一个大的所谓一号船屋 那个船屋是可以航母入屋维修的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基本上日本其他的地方 没有这样类似的军用的船屋可以用 而这个船屋是可以专门给军队用的 还有一个就是在横须贺部署华盛顿号之后 还专门安排建设了一批 核事故和核应急的设施 就比如说你出现核泄漏 或者是就比如说核污水 一回路出现问题什么的 这个时候有带辐射的污水泄漏怎么办 那么这些设施在横须贺建立了一些东西 这个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建的 这也需要钱 另外就是横须贺本身就在日本 像东京首都圈附近 它的经济比较发达 城市也比较好 那个地方环境也很好 那么你一个航母战斗群这么多人 包括家属就业 然后这个士兵普通的时候上岸休息 休整调整 你上岸吃吃喝喝玩 你总得有地方对吧 那这个是在横须贺 肯定是比其他地方都好的 所以这一系列综合考虑 最后就是让横须贺担任这个航母激励 一直用到现在 另外我们也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此前其实美国在日本 也部署了其他的航母 但是好像日本民众对于华盛顿号的争议 却异常的强烈 这是为什么 其实这个争议的这个背后的话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它是核动力的航母 此前你小银号也驻扎过 而区别在于你核动力 核动力的话就涉及到一系列的 可能潜在的核泄漏 以及相应的核问题 那么我们说 唯一一个遭到原子弹攻击的就是日本 日本人其实作为普通的日本民众的话 对核问题是非常敏感的 那么你一艘核动力航母 如果你只是短时间的停靠一下 补给一下 这个问题不大 但是你要把这儿作为母港 就经常长期安家在这儿 那么也就是说 你产生各种各样核问题的潜在的风险和可能性 就要大得多 那么这个时候 普通民众就会产生很大的疑问 或者甚至是焦虑 认为这会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巨大的问题 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当然我们还可以说 本身日本海军大规模的驻扎在日本本土 又要是日本人承担相应的经费 又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日本普通的民众就反感的很 或者还有各种各样的抗议声 那么综合这些因素的话 就变成华盛顿号一来 日本民众就特别的反对 所以当时对于华盛顿号的到来 遭到了日本民众的一个抗议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 它是一个核动力的航母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来到日本之前 华盛顿号还发生过一个惨重的事故 2008年5月22日 美海军华盛顿号航母 正在南美洲外海的太平洋接受补给 当时舰上一片忙碌 官兵在甲板以及各舱室进行相关的准备 就在这时突然有人发现 庞大军舰的舰尾浓烟似起 随之而来的便是冲天的火光 天灾人祸纷至踏来 华盛顿号罕见事故 究竟该从何说起 华盛顿号回来谈 谈回来之后呢 就等于扫到了这个甲板上的人 大修背后暗藏玄机 华盛顿号究竟为何会陷入退役风波 整个钱多100 这个一个没了 就剩了那个五六十艘了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六年海外生涯就此结束 美军华盛顿号航母离开日本 究竟意味着什么 到那个时候的话 它整个作战能力的话 一定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前后四次进入黄海 华盛顿号在日本六年 究竟都做了什么 华盛顿号就带着自己的水兵 带着自己的舰载机 直接从那个航须盒就跑掉了 罕见事故引来争议 退役传闻此起彼此 华盛顿号为何会成为 最倒霉的航母 正好赶上这个华盛顿号要换料 超级航母前途未卜 等待华盛顿号的命运 究竟是什么 缺少一艘对它来说 都是伤筋动物 沙场推出 离开日本的尴尬航母 正在播出 2008年5月22号上午8点 美军华盛顿号航母 正在南美洲外海的太平洋 接受补给 就在这时 巨型战舰的舰尾 突然浓烟四起 当时航母上的官兵 刚刚反应过来的时候 舰尾的某些仓势 早已是火光冲天 而当时令人十分不解的是 在这样一场大火之前 竟然几乎毫无征兆 而消防人员 也很难找到火灾的源头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保持了十年 没有战斗伤亡的记录 这起火灾 也成为了华盛顿号的 一次重大事故 而在此之前 华盛顿号上 还发生了一次事故 险些造成人员死亡 据报道 2003年9月11日 一架正在降落的大黄蜂战斗机 原本已经挂上了航母的拦阻所 但出人意料的是 拦阻所突然发生脱钩 强力反弹之中 横扫航母甲板 接连打中了甲板上 正在工作的11名士兵 有两个人险些在重击之下 当场死亡 幸好舰上医疗设备先进 才是这11人逃过了死亡 我们看到确实是一次非常惨重的一个火灾 消防人员用了八个小时的时间 才找到了这个火灾的源头 那么为什么灭火的速度会这么慢 八个小时要扑灭一场大火的话呢 你可以认为它时间比较长 因为也可以认为它时间并不是特别长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毕竟首先第一个 这不是在我们城市内 或者一个普通的民宅着火 我们有的时候一个高楼大厦着火的话 可能灭火时间也不短 第二个的话 你毕竟是在航母上 航母上这个空间是非常狭小的 而且这个火本身也不小 如果是这个火灾的话 仅仅是开始的时候 马上就扑灭的话 或发现的话 这个问题不大 但是这个火 因为当时对方的油料很多 一下子火是就蔓延的非常的迅猛 这个迅猛的话 顺着它整个的管路就蔓延开了 这个管路的话 主要是光纤电缆这个 我们知道这种电缆的 一旦着火的话 是蔓延的会非常快 这个非常快的话 就变成了一个全电性的 一个大范围的一个着火 可能要如果换到其他国家的话 可能这个事故的话 我们先不说这个事故 原因有多么恶劣 是管理问题等等 但是可能有些国家 在这么大的火势蔓延的情况下 你八个小时也未必扑得灭 其实我们看到 华盛顿好除了刚才说到的火灾 也出现过什么拦阻所伤人的事件 如果追究这两个事件的原因 会不会有一些共性的问题 其实一艘航母 刚才陈老师说的一句 我很支持 就是你全寿命服役50年 不出事是不可能的 只要你让它干活 它就会出事 而且一艘这么大的航母 像你比自己9万多吨 然后几千人 你就像一台大机器一样 你运转50年 难免哪个螺丝钉出问题 那么拦阻所可能就是出问题的螺丝钉 那次其实是很偶然的一个问题 就是拦阻所脱钩 还不是拦阻所自己断掉了 有的国家可能就出现 拦阻所断掉 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就是你用的疲劳程度 不符合你之前的要求 因为拦阻所用一段时间是要换的 用多少次是要换的 可能没用够足够的次数就断了 这有可能 这次是意外的脱钩脱钩回来谈 谈回来之后 就等于扫到了甲板上的人 这个确实是非常罕见的 所以这两个事故 只能说是比较具体的 在美国海军遇到这种 因为技术原因 或者因为材料原因 因为某些技术上 还不成熟的原因出现的事故 跟它整个军舰 或者是海军的水平 可能没有直接的相关的关系 那看来这样的极其事故 也使得华盛顿号 没有在阴沟里翻船 但是我们看到 这次华盛顿号回到美国 进行大修之后 反而会给它带来一个巨大的麻烦 究竟是什么 我们去了解一下 2014年11月25日 华盛顿号航母 完成了2014年度的巡航任务 返回日本横须河协定 而与此同时 也有媒体传出消息称 这可能是这艘航母 最后一次执行海上巡航任务 虽然按照美军宣布的计划 华盛顿号航母 将在2016年 正式开始核燃料的加注和大修 但这一计划也许并不是真正事情 因为华盛顿号 目前正面临着退役风波 由于财政问题 美海军军费正在不断缩减 美国政府曾经表示 美海军甚至不得不裁减掉一艘航空母舰 虽然华盛顿号是尼米兹航母的六号舰 此前还有比他服役时间更长的几艘航母 但一些五角大楼官员建议 为了不超过防务预算强制性支出上线 应该让华盛顿号航母退役 据估计 维持这艘航母及其航空连队的运转 美军在未来五年内的支出将高达70亿美元 据2014年7月的报道 乔治华盛顿号已经被判了缓刑 美国军事委员会2015财年 国防授权法案的一项报告显示 美国海军计划推迟关于 退役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的一项决定 然而即便如此 美国政府还是推出一项条款 禁止美国海军使用2015财政年度基金 以此来限制这艘航母的活动 我们说华盛顿号不是美国现役最老的航母 同样应该是还是比较年轻的 可是现在在美军当中要检裁航母 为什么有消息说 华盛顿号要成为其中之一 这主要跟它这个时机有关系了 现在美国整个的财政状况不是特别好 那么之前政府关门一些这些事情 之后10年等于现在国会要求它 10年裁减大概5000亿左右的军费 你每年裁减500亿 美国现在美军有一个什么问题 它的人头费占比非常高 老的军队 因为美军的对退伍人员和在职人员家属的保障水平很高 包括在职人员你家属你看病都是国家包下来的 这个比例是负担是非常大的 所以它军费人头这一块第一占比高 第二很难砍 因为你要砍人头这一块的话 对部队的士气对民众的支持率都是直接有影响的 你能砍什么 能砍就是装备 正好赶上华盛顿号要换料 如果换料 换料本身是要有一个成本的 是要一笔钱的 如果把华盛顿号把它封存了 那么既省了换料的钱 然后将来还省一艘航母的运营费 因为航母运营费是非常贵的 它全寿命的运营费用差不多比 跟它整个战斗群的舰造费用是差不多的 所以对美国海军来说可以是省一笔钱 但是这个事情海军本身是抵触的 海军当然希望自己的航母能够维持现有的规模 甚至越多越好 但是现在国会 国防部 然后参联会 这几个团体相互之间斗争博弈 最后能权衡到什么程度 这个还很难讲 但从长远来说 以美国现在财政状况 和它全球的任务来说 它的海军的航母战斗群的数量 可能还是会减少 因为它没有必要维持这么大的规模 所以这么看来 华盛顿号确实有点时运不济 而说到这的时候 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是非常相信 美国航母的一个庞大的作战力量 但是如果失去了这样的一艘航母 究竟对于美国的整体的作战力量 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现在美国海军实际上一直非常强调 我最少最少需要大概是12艘航母 才能够保证我美国海军在海外 保证我的本土安全 保证我们的海外利益 以及等相应的其他的战略需求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当年里庚时期的时候 曾经提出过一个600艘的军舰计划 600艘的海军舰艇计划的话 其中包括什么 就是12艘航母 这个数量变化的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你看当年的600艘计划里 其他的数量 可以说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曾经提出过 要一共要建140多艘核潜艇 现在美国的核潜艇数量 整个钱都100 一个没了 就剩了五六十艘了 因为实在航母 在整个美国海军作战体系里面 它的核心作用太大了 缺少一艘对它来说 都是伤筋动骨 所以对于美国海军来说 华盛顿号的退役 确实会带来不小的损失 而即便是华盛顿号退役了 其实他们还会面临一个 更为头疼的问题 美国政府计划 让华盛顿号航母退役 是由于财政等方面的原因 然而让这样一个庞然大物退役 也是一件麻烦事 退役后的航母 通常会被封存 改成博物馆 或者直接拆解 但无论是封存 还是改造成博物馆 仍然需要一定的保养费 很可能浪费更多的资金 况且 像华盛顿号 这样的核动力航母 出于安全考虑 如果改成博物馆 必须拆除舰上的核反应堆 美海军大西洋舰队 海军航空兵发言人 曾经透露 拆除核动力航母上的反应堆 通常需要切割开 航母的飞行甲板 而切割之后 再将其恢复成原貌 改成博物馆 需要的资金 可能是一个天为数字 由此可见 如果华盛顿号真的退役 拆解可能是一个好办 然而这样一艘大型军舰 要拆解它 也不是一般国家和企业 能够做到的 而且资金消耗也绝非小数目 更何况 华盛顿号航母 是核动力航母 拆解工作将更加复杂 2012年12月1日 世界首艘核动力航母 企业号正式退役 而随后的拆解工作 让美军头疼不已 据报道 当时预计拆除企业号的 燃料棒和反应堆 将耗费三年时间 以及数千万美元 我们看即便是 华盛顿号退役之后 那么如何处理它 也将成为一个问题 当然这可能另外一个问题 就出现了 那么对一个核动力航母来说 处理它究竟难度有多大 现在对华盛顿号 如果要进行退役处理 最大的难题是 如果我想了以后还要用的话 我就要进行封存 那么这个时候的核设施怎么办 这个核设施的话 我们一般来说处理方式的话 第一个简单的 你把中间的核燃料棒拿走 但是燃料棒拿走的话 里头堆心的话 依然会有一定的核辐射 还是要继续工作的话 那么至于一个 如果你真的是 要在岸边进行封存 一点都不用的话 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所以说你可能反应堆还是要拿掉 如果一个常规动力舰挺的话 这个根本就不存在问题 但是对核动力舰挺的话 就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真正的封存的话 可能对于核动力舰挺 并不是一个特别的好事 你说你要现在要给它那个核设施要拿走 拿走的话就涉及到切割舰挺 切割舰挺 然后把整个的核反应堆移走 如果你为了以后再要想重新投入使用的话 除了现代化改造之外的话 你还要重新再切开个舰挺 然后把新的核反应堆再放进去 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真是个难题 所以看来要处理这样的一个核动力航母 确实要比常规动力要难得多 另外刘老师从您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 您觉得如果华盛顿号真的要退役的话 美军将如何处理它 这其实刚才陈老师已经说出来了 这个解决的方案了 因为我们知道核动力航母 你把它封存下来的话 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 里面涉及到核动力的动力这块 你怎么样防止核污染和核泄漏 核安全的问题 所以很有可能如果华盛顿号 包括尼米兹基最开始像尼米兹号 如果退役之后将来怎么处理 很有可能就直接采取拆解的方式 因为你卖的话 很难有国家能接得了这个盘 因为第一 9万多吨的重新航母 不是哪个国家都能用得起的 很多国家它可能买得起 但是它用不起 另外不是每个国家都需要 还有就是如果你要买 这个尼米兹基航母的话 你舰载机怎么办 你是要连着这个超级大黄蜂一起买 这个价格一般的国家根本承受不住 包括印度这样经常花大钱的买主 都是买不起的 所以基本上 9万多吨的这种重型的核动力航母 退役之后 唯一的前途就是拆解 而且是平平安安的 把那个核动力的装置取出来 然后逐渐的把这个船整个拆掉 所以华盛顿号如果提前退役 或者将来尼米兹基的航母 逐渐随着福特级航母 服役之后 尼米兹基航母逐渐退役 它的最终的这个去向 肯定是退役拆除 所以即便美国在研制航母上 可以说它的技术已经非常发达了 但是对于如何处理一个核动力航母 仍旧让他们头疼不已 而说到这的时候 正是因为如此 也有人呢 给美军想了一个好办法 如果华盛顿号航母真的退役 无论是封存 还是拆解这个庞然大物 都将耗费美国大量资金 这也是美国政府不愿意接受的 而就在此时 又有媒体传出消息成 美军可能将这艘航母出售 而出售的对象 正是此前多次引进航母的印度 六年海外生涯就此结束 美军华盛顿号航母离开日本 究竟意味着什么 到那个时候的话 它整个作战能力的话 一定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前后四次进入黄海 华盛顿号在日本六年 究竟都做了什么 华盛顿号就带着自己水兵 带着自己舰载机 直接从那个航须盒就跑掉 罕见事故引来争议 退役传闻此起彼伏 华盛顿号为何会成为 最倒霉的航母 正好赶上这华盛顿号要换料 超级航母前途未卜 等待华盛顿号的命运 究竟是什么 缺少一艘对它来说 都是伤筋动物 沙场推出 离开日本的尴尬航母 正在播出 关于华盛顿号的去留问题 目前还没有定论 有报道称 它返回美国只是进行大修 和更换核燃料 但也有分析称 华盛顿号返回美国后 很可能将提前退役 然而在这两种声音之后 又有消息称 华盛顿号很可能会被卖给印度 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 2014年4月15日 据我国媒体报道 美国媒体近期发表了一篇文章 文章表示 近几个月来 美国国防部一直在进行一场激烈的内部辩论 就是为省钱让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退役 事故明智 对此 该文章的作者表示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美国海军拥有28艘大型航母 和71艘相对较小的护航航母 这不仅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似乎也远远超过了和平时代的需求 另外 还有成百上千艘战舰 在一夜时间 从重要的武器系统 变成了昂贵的维护对象 其中 许多军舰进了报废场 另一些编入后备艺舰队 在几十年的等待中 慢慢生锈 直到迎来进入拆船场的那一天 与其这样 不如像历史上很多国家的做法 将大型军舰 甚至是华盛顿号航母 出售给蒙古 而在提到出售给哪些国家时 该文章特别提到了 并非美国盟友的印度 而这也不是媒体第一次 提到美国出售航母 给印度的事情 早在2008年 就有俄罗斯媒体报道称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 目前向印度建议 愿意向印度免费赠送 即将从美国海军退役的 小英号航空母舰 美国附加的唯一条件就是 印度政府必须购买 65架最新式的 FA-18EF舰载战斗机 然而 到了2008年5月 美国国防部长 却在新加坡出席 第七届亚洲安全会议上指出 美国没有向印度出售 小英号航母的计划 我们看到有人说 华盛顿号退役之后 可以出售给印度 其实在几年前也曾经传出 美国可能出售小英号给印度 那么为什么当美国有一艘航母 濒临退役 就有人想到要买给印度呢 这两头话的两头说 小英号卖给印度 当时确实有这种说法 而且似乎印度方面有过巡航 为什么呢 因为小英号本身是一艘中型的 当然是中型里偏大的那种 中型的常规动力航母 那么对印度海军来说 用这样一个航母它还是用得起的 但是核动力航母这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涉及到核动力的问题 然后你包括印度海军 如果买回来的话 你要用多少年 你用的这个过程里面 是不是也要有刚才陈老师说的 36 39个月的这种大的换料的维护 就是大修 是不是还要有中修 中修这个期间 你用什么来替它 因为你9万吨的重型航母 如果进屋去中修去了 它留下来这空白是很大的 你拿什么件去替它呢 就这个问题都是一系列的 所以就很多人第一反应 要想到印度 这是很正常 因为印度在这些年里面 是均受一个著名的大买家 而且有时候好像不太加选择 就只要有大的比较好看的 听起来比较像样的装备 他都愿意去买一下 但是即使是印度这样的国家 面对重型的核动力航母的时候 我想他也肯定会仔细的斟酌一下 就是我是不是真的有必要 是不是买了之后能够用得了 然后用得起 然后将来在我这再推移了怎么办 所以这也确实是一些少部分人的猜测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 华盛顿号即将结束 在日本服役6年的时间 那么一旦回到美国的话 您觉得最有可能 他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不存在任何的猜测 我认为已经是非常明确的 他是回美国进行大修 那么我们先说第二种可能性 让别人用的可能性大 刚才刘老师说了 就可能有人会买 但是有人愿意买 美国愿意卖吗 作为一个核动力的超级航母 我估计美国是绝对不会卖给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 也就是这个方面的话 是不存在任何疑问的 不存在任何可能性 说我要把一艘迷你自己 说卖给其他一个国家 而且是现役的 而且是经过我 经过换料大修之后的 展现的一个航母 我说卖给其他国家 这个可能性是零 那么也就是说 我大修之后一定是自己用 你想91年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美国一次要出动 六到七艘航母才能够用 那么未来 美国现在依然是强调 而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安全形势 威胁等等 航母怎么可能再进行削减 所以我们看到 美军其实自己也不希望 看到华盛顿最后落得一个退役的下场 那么另外 就在人们对这样的一艘华盛顿号 对于它的退役 吵得沸沸扬扬扬的时候 那么另一艘华盛顿号 也传出了新的消息 2014年11月22日 据美国媒体报道 纽波特纽斯造船厂 为弗吉尼亚机核潜艇 华盛顿号举办了龙骨铺设仪式 华盛顿号是弗吉尼亚机核潜艇的第14艘 是纽波特纽斯造船厂 负责建造的第7艘 2011年9月建造工作正式启动 标志着纽波特纽斯造船厂 和通用动力电船公司 每年建造两艘潜艇计划的开始 据悉 该潜艇已经建造完成约70% 并有望在明年夏天巨工 虽然美国海军由于军费不断缩减 面临着很严峻的财政问题 但却始终没有影响美军核潜艇的发展 发展速度甚至有增无解 2014年4月28日 美国海军宣布订购10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总价大约178.3亿美元 这笔订单的规模在一次订购潜艇数量上 创下了美国历史记录 除了核潜艇订购数量明显增多之外 美国核潜艇的建造速度也正在明显加快 2014年10月25日 美国海军第11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北达科他州号正式合议 而后续更多的该型潜艇也在积极建造之中 据报道 美军已经将核潜艇的建造速度提升至一年两艘 未来甚至可能会更快 我们看到同样的一个名字 一方面这艘华盛多号航母 对关于它的退役炒得沸沸扬扬 另一艘核潜艇可以说 有关于它的研制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现状 我们能不能推测出 美军现在是不惜裁减航母来发展核潜艇 这个完全是两回事 首先第一个 我们现在说既然是说到美军的话 而不是美国国王部或美国国会的话 美国海军 包括美国军方绝对是不愿意裁减航母的 这是一个 但是在不裁减航母的同时 他们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的核潜艇 尤其是攻击性核潜艇的数量是严重不足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数据的话 就是里根时期的600艘舰艇计划里头的话 攻击性核潜艇的话是100艘 那么现在的话 美国海军被美国国会已经压制到了 可能只能够留42艘攻击性核潜艇 但是攻击性核潜艇在美国海军作战体系里面 可以说它的作战任务比美国的航母还要繁重 那么这么繁重的任务让42艘攻击性核潜艇来承担的话 这个数字的话 美国海军是绝对承受不了的 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的话 不说那个航母的裁撤的话 我攻击性核潜艇的话 美国海军是一定要有所增长的 所以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其实美军现在它也是在大量的削减经费 那么刘老师从您看来 未来美军将如何平衡它的航母和潜艇 包括军舰之间的力量关系 这其实最重要的在什么呢 在美国到底给自己制定什么样的战略目标和军事目标 这个是最根本的问题 就如果你在全球给自己搞很多这个摊子 要自己来管 那你就肯定是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因为现在已经不是冷战的时候 你像里根当时提出600艘军舰的计划 那是什么时候冷战高峰期 但是现在它总的军力 这个军舰舰艇数量现在是300多艘 那么以你这个规模去 比如说在这个东欧跟这个俄罗斯对抗 然后在这个中东呢 要去打击伊斯兰国 或者说是将来还有可能有别的任务 然后在东亚西太平洋 你要搞重返亚太 还要把这个所谓再平衡 就是把海军舰艇60%放在亚太 这一系列目标 如果你都要给自己定下来 一定要搞全球存在处处有你 而且处处都要做主导作用这样一支海军的话 你的十艘航母的力量 包括现在现有的核舰艇的力量 肯定是不够用的 这是实际上是美国现在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你才能决定自己都要建什么样的海军的力量 所以这个可能是将来这个很长一段时间 美国航母还有整个军队这个发展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矛盾 华盛顿号作为你你自己航母中还比较年轻的一艘 他马上就要退役的情况可能并不会发生 但他将离开日本似乎已成定局 然而在此之后 比华盛顿号更强的里根号航母将再次进入亚太地区 作为美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一环 此次航母的调换 究竟会给亚太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 如今还是一个未知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